美国海军于近日在南加州海岸附近进行了三叉戟二第五前射弹道导弹的测试 四枚导弹均未携带核弹头 由俄亥俄级战略核潜艇内布拉斯加号发射 前两次试射于9月4日进行 后两次于9月6日进行 四次试射均在日出之前进行 据报道 此次试射标志着三叉戟二第五导弹的第176次成功试射 作为指挥官评估测试的一部分 测试的主要目标是验证延售升级后的三叉戟二第五导弹的性能预期 指挥官评估测试和其他试射测试定期进行 以评估和确保该导弹系统的持续可靠性和准确性 据报道 三叉戟二第五导弹最初的射击寿命为可服一致2024年 美军近年来对其进行了延售升级 使其可服一致2040年之后